等一下要在我的鏡頭 剛剛有一隻蟲在我的相機上面 這裡就是CX酒店 來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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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晚上跟打下來的時候很漂亮 就是大家出門都要戴著口罩 除非你是出來跑步運動的 就可以不用帶你 就是金釣坡真的蠻漂亮的對不對 有來過新加坡旅遊的人是當然 都有來過這邊 這裡是克拉馬頭 就晚上是酒吧餐廳 一個觀光點點 不是去買海底撈的那個醬料包嗎 因為有買之後可以 因為我可以煮 海底撈也是有開的 可是你的外帶不能耐用 其實好像也是可以來走一走 所以我就是來不做 好像是我第一次自己拿著相機出來 還在習慣有點太缺 好險現在有沒有很多 好像拿著手機 然後要邊講話 我就沒有辦法很專注在享受那個當下 我曉得大家都是怎麼辦到 也可以一直對著建議和講話 小方不可哭喔 你看 小方不可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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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方不可哭 小方不可哭喔 小方不可哭 小方不可哭 我當然想要看在新加坡生活的日常 可是我很宅耶 就是我放假很難 就是會待在家裡很難 三天兩天 這樣大家還會想看 可是我真的覺得 新加坡很教練 就如果你是那個 喜歡沾大過海嗎 一般的話你應該會好喜歡這裡 其實就是真的很熱 而且很潮濕 就比台灣潮濕很多 那你要花一點時間 適應一下自己的氣候 一年四季如下 就沒有跟你來什麼秋天冬天這種涼爽的天氣 沒有 那就可以回家 來煮昭斯木桑的壽食燒 應該不難吧 就是 把醬加一下喔 不要錢一錢丟下去煮就可以了吧 等一下再拍給大家 那就 再回見吧 現在已經五點半了 還是這麼大 哈哈哈 再拍給大家